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最近这个礼拜 这个股市都在量缩整理当中 郑老师有说过 资金在哪 行情就在哪 有量有价就是布局的好时机 可是你知道投资人都在问 到底好时机什么时候要来呢 其实等到时机来 你才要布局可能就晚了 我们先把我们的资金 跟我们的个股 先把它整理好比较重要 其实现在就是你先来卡位的最好时机 好 我们认真听节目 你就会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了 赶快把时间交给郑瑞宗老师 好的 其实昨天我们有聊到 就是说9月买股票 10月会赚钱 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统计 9月行情常常都不好 因为9月常常多灾多难 地震 恐怖攻击 最近 哇 那个利比亚淹水 死了非常多的人 摩洛哥 地震 这个天灾很多 也死了很多人 所以9月常常大家心态上都比较保守 然后它又是一个祭底 所以最近很多的像AI的一些龙头的股票 公布已经说 党党漂亮 对啊 就很好啊 但股价呢 每档都往下杀 其实就是都是这些法人在做一些祭底的结账 不只是互相砍杀 还是互相伤害 就是把股票砍到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 对 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法人的结账 可能在未来这一个多礼拜 应该还在陆续在一个最后的阶段当中 所以股价要上去可能还要再等一下 是 那以市场来说的话 今天还是这样说预估量就是不到2500亿 有没有强势股 有 跟昨天一样高价的I.E.设计股 比如说世新涨到2700 幸华也回到2700 创意也大涨 力望也大涨 那这个部分IP的部分 因为国外的那个安谋 英国那个安谋 IP大厂 即将在美国IPO上市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这个IP股这个比价的效应 所以最近高价的这个IP股蛮强势的 然后普瑞跟翔硕也是高价设计股 预估9月被你说都乐观向上 所以这些高价的股票先涨 其实对台股是一个正面的领先的指标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都涨这种买不起的最高价的 几两千 很贵 一张一两百万 现在可以买零股很方便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就因为成交量不够 如果你今天是3500亿 4500亿 你高价的涨中高价的中低价的 其实可能设计股就整片就上去了 因为现在的量就这么一撮 以前AI股在什么成交量 十几二十万张的那个时候 市场是不是常说4000多亿 现在是连3000亿都不到 连1500都不到 所以那些AI的龙头股它涨不动 一来反而还在做最后的结账 二来成交量确实也不够 那一些资金就转移到高价IE设计股之后 中低价为了量也就不够了 所以因为成交量不够 所以说现在可以涨的族群就比较少 但是我就说因为高价的股票 就是基本面好股价才会高 所以当这些最高价的设计股先涨的时候 其实这代表市场上有一票最聪明的资金 他仍然并没有看坏台股 所以他只是说他现阶段默默在买这些 筹码最稳定最干净 因为价位高嘛 所以一般的融资散户什么可能都参与的比重也都不多嘛 所以筹码最好的这些高价股先买 那等到市场越来越稳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买盘就会扩散出来 所以高价的IE设计股 我认为是多头的领先指标 只是说成交量还不够大 所以高价的先涨 那等到高价涨两三天就休息一下 那其他IE设计股我认为就有机会就上去了 所以IE设计股的营收9月份之后都明确向上 这边真的就差一个人气的引爆 只要人气一引爆的话 这一组IE设计股上去的速度就很快 那当然大家现在很关心的 就是说那AI股呢 是不是真的挂了 对啊好多人在问哦 其实就像我说的 违影、违创、广达、华硕、技嘉 乃至于散热股的双红、旗红等等 每个营收都超好的 台药、台光店 台光店营收还创的新高 今天也是大跌 那说穿了其实就是受制在法人的结账的卖牙 这已经是互相伤害了 互相砍杀 所以呢包含投信也卖 外资也卖 尤其最近自营商卖的非常的夸张 猛砍一堆股票 那AI的股票他也砍了很多 说穿了其实这个就是自己的绩效考量 因为前面6月、7月 甚至8月份很多股票都涨很多 那到9月份之后呢 因为是季底 然后最近我是不是有跟大家提醒说 那个台币最近就贬到32块多 都来到一个波段的新低点附近 这两天稍微升一点点回来 但是呢其实都还是相对的一个弱势 因为美元跟台币的利差超过3% 其实这个真的差很多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外资常常卖 那卖完就汇出 所以他就把台股的空间压抑住 那本土的法人当他就说7月8月做得很顺手 9月份8月份开始拉不上去 9月份发现说 不但拉不上去还被你外资卖下来 所以他就引动了就说 那本土法人他的那个提前结账的那个卖压 他就被引出来了 所以最近就说外资先砍投信自营商 但投信其实整体是买潮的 但很多AI股最近都是买潮 就是绩效考虑 绩效考量 所以继续就提前结账 然后量又说很多 所以呢股价打下去 弹不上去 因为墙量没有 量不够 量不够 所以股价现在就还在一个打底的阶段 那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就是说 法人只要砍光就会开始涨 哦了解 比如说我们就以例子技嘉来说的话 是 这波最高涨到372 对 然后 这几天掉下来 这几天一个礼拜掉下来 速度 100多块 非常的快 对 以今天来说最低达到264块 几乎跌得快110块钱下来 是 那你说基本没有问题吗 其实他不但没有问题 他公布8月份的时候 月增37% AI比重拉高到三成 公布完营收之后 外资还很开心的出了报告说 哇这个要调高平等 非常好 目标价上开400多块 因为AI的出货非常的顺畅 而且比重越拉越高 后面的获利会非常的好 对啊 就都很好啊 对 就那个报告一出 啪啪啪被打脸 对 股价跌了110块钱下来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投信 前面大概一个多礼拜 连买了两万一千多张 是 那后面这一个多礼拜 连买了一万五千多张 所以投信常也是这个一窝蜂 一买就大家一起买 一起买一直买 然后股价一直创高 嗯 然后发现有人脚底抹油 落跑的时候呢 不管三十七二十七 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即便亏钱还在卖 先跑再说 对先跑再说 所以说上去也投信 下来也投信 当然包含这中间 还有很多自行商也是一样 追高杀低 最近很多这个AI股 都是这个样子 嗯 那以技术来说呢 前面买两万一千多张 这一波卖了一万五千多张 手上还剩五千多张 那我是说过去 这一个月的筹码 对 再更之前的我们就不谈了 嗯 大概五千多张可以卖 嗯 那也就是说 你买了两万多张 结果还没卖完 股价已经破底了 对 那其实已经卖过头了 所以会不会继续卖 我认为可能多少有卖 是 可是在这边 在追杀的意愿 可能就不大了 对 因为你在三百多卖 那个叫做赶快获利了结 嗯 你在两百七这边在卖的话 那就是自己砍自己的 是 所以这边在追杀的意义 已经不大了 嗯 所以当他们开始卖完 甚至 比如说进入到九月下旬 快进入到十月份 要公布九月份营收的时候 大家预期他的营收 又要更好 嗯 到时候其实反手回补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投信法人常也一窝蜂 对 买的时候一直买 一直买 买两万多张 卖的时候 一直卖一直卖 昨天卖了五千七百多张 嗯 但开始有人反手又回补 然后股价又抢的时候 对 大家又开始想说 那确实啊 后面业绩营收会好 嗯 反手又开始补的时候 那股价又会上去了 嗯 所以我就说关键在于 法人只要把这AI股 短线的那些筹码 砍光就会开始涨 嗯 好那 我相信这边在卖都有限 是 包含 广达 伟创 哇伟创 前几天也是啊 嗯 投信猛砍 自营商也猛砍 嗯 外资倒是 一直默默在买 是 那股价其实也跌不太下去 嗯 所以100块这附近 其实我认为 你如果9月份买在100块附近的话 10月份 应该很有机会大赚 嗯 包含华硕广达 我认为都雷同 嗯 然后 PGP的部分呢 金像电台光电 台光电今天就补跌嘛 是 那台药昨天跌的比较惨 今天 股价也就 稍微抗跌一点 但是还是都在跌 嗯 然后 呃台药见顶 今天是往上的啦 嗯 那其实 目前看起来 9月份的营收都很好 是 AI伺服器的华硕技嘉广达 微创微影 9月份的营收也乐观 嗯 散热股 骑虹双虹见准 看起来9月份营收也会很好 是 所以 AI后续业绩会进入到 强劲向上的全新的周期 嗯 那刚好8月整理 9月这边又被投信 本土法人砍成这个样子 对 哦那 当他 卖无可卖 跌无可跌的时候 全部都整理完之后 对 就是一波新行情要开始的时候 哦 了解 那时间点 我大概帮大家抓 是 最有可能在9月 可能 原本预期9月中旬之后嘛 现在可能要稍微 delay一下 到9月下旬 哦 下旬 到10月份 是 他就会再来一波 嗯 所以这边 AI股没有问题 至少业绩是没有问题的 是 那你来乐极卖的呢 当然就慢慢减吧 嗯 来不及卖的今天已经跌到这个一个很相对甜美的位置的时候 你在这边卖真的就可惜了 哦 就是忍耐一下吧 忍耐一下 都9月中旬了嘛 对 那一个礼拜之后就会进入到下旬了 嗯 法人就会有一波全新的一个调整跟布局的 因为再来就是要布局第四季了嘛 是 所以到时候 业绩好的还是会上去 嗯 所以AI股大家就不用太过担心 好 那同时有AI跟题材的跟美国基线的相关通讯的部分 嗯 今天股价其实很明显的就上来了 是 以华星光来说今天股价就涨了有超过六七% 嗯 因为他整理真的太久 真的 就是被处置再被处置 对 因为之前高点二一四嘛 对 在七月底 嗯 八月份先被处置二十分钟一次嘛 嗯 然后呢 呃 八月下旬又被处置第二次 对 前后总共关了超过我这个多少 一个十二天 还好他没有被判无期徒刑 对 二十二天 那今天是关最后一天 嗯 明天要出关了 所以明天就要出关了 好好好 好 那因为同时他们就说有美国基线的需求 跟AI的需求 嗯 太巧了 所以我们预期就是说包含 九月份的营收 嗯 华欣光 波若薇 潜鼎 德胜 营收 应该都会相当不错 是 所以今天这些相关股票 包含上卷股价都相当强势 嗯 所以呢 呃 有人先涨是好事嘛 嗯 因为这一组其实相对整理也蛮久的 因为那个华欣光就老大嘛 嗯 因为分拌交易两次 所以已经整理了一个多月了 是 都在股价到一百六一百七这边 已经横向晃了这么久了 嗯 那如果预期说九月份营收大好 嗯 那这个股价如果拉了上去的话 嗯 对整个 呃 这个AI股也会有个带动的效果 嗯 所以我们就是观察就说 哎 每一个小组哦 那是谁先拉上去 嗯 那看起来这个 光中心的部分看起来有那个要先上去的味道 嗯 所以代表就是说市场资金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在 AI的相关的这一块 是 那 回到Ie设计股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们就说3588的通价 嗯 3588 对那今天虽然说也拉回 嗯 但昨天 股价是小涨嘛 今天是小跌嘛 嗯 其实他就是在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 是 那因为他股价70 因为这两天的资金都跑去2000多块的嘛 嗯 1000多块的嘛 那高价Ie设计股 所以中低价这两天比较没有反应哦 嗯 但是其实我们就看说为什么我这边这么看好Ie设计股 因为你看通家他的营收最低点 是落在今年的1月份过年前6500万 嗯 但是之后营收连续7个月正成长 嗯 那从6500万已经到8月份 已经回升到1.121 嗯 然后过去一整年营收年增率都是衰退的 嗯 但是8月份营收年增率首度翻为正成长 嗯 然后之后呢进入到9月份 嗯 10月份 11 12月份 他的去年同期的呃 营收最低迷的时候是在10月11月12月跟今年的啊 123月这几个月 嗯 所以就说他的营收往上但是他相对应的 这个去年的营收嗯 会进入到最低迷的时候 所以说营收年增率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越来越好 嗯 就跟那个股票K线的扣底的那个概念一样 就是说他所相对应的营收嗯 进入到最当时最低迷的时候 所以营收年增率会越来越高嗯 代表他成长幅度越来越大 是 好 那下半年头片比上半年增加很多 嗯 然后明年头片会比今年成长大概200% 因为这是我提到嘛 就是说呃 Dale在元月份就有说他未来不在意使用中国的IC 是 就去中化 欧美的厂商应该都差不多尤其是美国厂商都是如此 嗯 那全球最大的两个笔形电脑的厂商 一个是HP 一个是Dale嘛 嗯 就是呃 数一数二大的 未来都不用中国的IC 这叫去中化 嗯 台厂受惠 嗯 台厂受惠 然后呃 大的IC设计公司呢 又要转去做AI的产品 是 因为人力资源就这么有限 嗯 利润高的AI的产品呢 需要更多人力资源做一个资源嘛 所以这些比较中低价位 他们认为利润不高的PC相关的IC 他们就不做了 市场就控出来 就跟三四年前被动元件日系厂商跑去做车用的被动元件 嗯 市场控出来给台厂 国际那一年涨到1300的那个背景是一模一样 是 所以未来呃这一年 我认为IC设计股哦 会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就在于就说 AI的转单跟去中化 哦 它会让台湾设计公司取得更高的市场率 嗯 那业绩很有可能很快就回到 两年前的高峰 甚至再超过 嗯 所以假设明年的通价的 投票量要增加200%的话 我初估获利可以大概7-8块钱 嗯 那这样的获利数字其实跟前年 营收在高峰的时候就差不了多少了 啊前年股价是174块 嗯 那现在的股价是70块 哦 差好多 所以还差100块 哦哦 就超过一倍嘛 嗯 那相类似的设计股 还很多 是 比如Driver IC最近看到龙头联勇瑞鼎 嗯 股价一直上来 对 然后更高价的这个6732的身家电子 嗯 或者是他的母公司叫8016的细创 是 股价也是一直涨 嗯 甚至现在暂停交易的4961的天狱 在暂停交易之前股价也是大涨 嗯 所以做电源相关IC的景气也慢慢回来了 是 Driver IC的景气也上来了 嗯 做PC相关的像易容店跟联养的营收 也一直在上来 嗯 所以这一整组IC设计股 就是说存货调整到尾身 嗯 嗯 头片增加 营收范围越成长 或者甚至年成长的公司越来越多 是 重点是在于他们过去一年多 都没有什么涨 嗯 就股价已经低迷很久 嗯 跌到不能再跌了 微阶够低 业绩够烂 哦 那烂到不能再烂之后就变成开始成长 是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题材 哦 当初六月份的时候你就看那些 AI的股票 嗯 六月之前很多股票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厉害的表现 没有什么太多动静 对啊 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表现 对 但当AI的题材一进来 股价砰砰砰砰就上去了 对 对 那再来我们认为就是说 哎那 AI的整理到九月份十月份 很有机会是一波新的行情 因为结账了嘛 嗯 结账完了结束了嘛 嗯 业绩好了 终究还是要上去嘛 是 那到时候 AI设计股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向上的循环的时候 嗯 两个主流都很有机会啊 好就老师讲这个时间点 应该就是现在我们就应该来好好准备了 对不对老师 对所以呢 呃 所以我就说 就统计数字来说九月行情比较差嘛 对 但很好玩的是十月份常常都大好 哦 那这中间是不是又会有一个 那九月就要先买股票啊 十月才会赚钱 对 中间是不是又会因为农历七月也快过了嘛 对 再又有中秋节嘛 嗯嗯 所以是不是有个所谓的中秋变盘之说嘛 啊 对 所以你去看就是十月份看起来很有机会的 是 但是你等到那个时候再买也OK 嗯 嗯嗯嗯 势必你还是要做一些比较追高的动作嘛 懂 这样可能就不是赚那个大波段 对 所以呢 现阶段其实它就是一个调整的好时机 比如说有一些 未来第四季展望不好的股票 嗯 你可以调掉啊 哦 懂 然后去买 后面会好的 比如说 是 我认为充电桩也会好 嗯 车用零五件看起来 都有起色 嗯 就是第四季会好的 IE设计很明显的会越来越好 嗯 AI的部分很明显的 拉货是越来越强 嗯 大概这几个方向我认为都会不错 与其在那边等 不如把它换掉 然后换那个会涨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嗯 他都没有什么起色 嗯 该怎么做 对 其实有时候大家要去想说 嗯 这些套牢股票 有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现金啊 嗯 那现金你就是要把它放到未来最有机会的一个趋势方向持股上 懂 所以现在就是调整部位的最好的时机 不晓得怎么调整的 是 其实你都可以来找郑老师 打电话来或者在我赖上面留言 是 那今天我一样给大家十个名额 谢谢老师 帮大家亲自做持股见解 好 并且给你一些未来的换股的方向 好老师刚提到时间点哦 九月底十月初 哎 现在你就可以好好来准备了 所以先赶紧把你手上这些持股 如果你真的是满满持股 就请老师来帮你做持股见解 把这些股票呢 太弱换强 节目后马上送上咨询战线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谢谢大家拜拜 听众朋友 今天如果有专心收听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节目的时候 你会听到关键字哦 郑瑞宗郑老师说了什么 九月买股票 十月会赚钱 那你买了吗 那投资人告诉我说 他不是没有上车 是现在所有的股票都套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郑老师也告诉你了 是不是应该把躺在那不会动的 换成会涨的 也就是应该把你的个股 好好检视一番 太弱换强 然后呢 再好好的冲他这一波 把握好这个机会 想要在后面把钱赚回来 就赶紧准备跟上来 今天开放听众朋友 来做持股的见解 让股市答案郑瑞宗郑老师来帮助你 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02-2362-8000 这是大华国际投贵的电话号码 请郑瑞宗郑老师来帮你做最佳的持股见解 告诉你现在你应该怎么来布局 还有即将会涨的个股 还有哪些 但你准备好就跟上来 对节目有任何问题 希望老师在节目中 也能来为你解答的 欢迎你拨打这支咨询专线 02-2362-8000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